澳大利亞外長佩恩日前呼籲 對中共隱瞞病毒疫情導致全球大流行 展開獨立國際調查 中共外交部隨後指責佩恩的提議 是在附和美國 21日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 對外長佩恩的呼籲表示支持 並指出 眾所周知 該病毒始於中國武漢 中共不應指責這一提議 此前一天 德國總理默克爾公開敦促中共 提供更多有關武漢疫情爆發出氣的資訊 及在病毒源頭問題上更透明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表示 希望疫情平息後 能就此進行全面國際調查 目前 很多國際政要 要求針對中共病毒疫情真相展開獨立調查 專家認為 中共必須為這場全球性災難負責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